潘英武闻眼也不由苦笑了一声,说道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至于为什么要伏击我们,我到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诺芷云见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也不想再继续逗留下去,向潘英武等人告辞一声便欲空离去 诺芷云向着青鹤客栈飞去,他暂时也不知道楚剑丘带着摇景山跑哪里去了 只能在青鹤客栈等他来找自己,这件事情处处透着诡异 无论是风雷山庄那些弟子遭袭,还是暗影楼这些人,以及楚剑丘那诡异的行动都显现着这件事情的不简单 他必须要找楚剑丘问一个明白 一处山洞中,摇景山脸色苍白地从地上站起来 经过这么久的调养,他的伤势终于算是缓解了一切 这条命算是终于减了回来 但是要想伤势痊愈,却还不知道要休养多久 摇景山伸手,把身上那件已经破碎不堪的护体法宝扯了下来 这次如果不是身上穿着这件三阶中品法宝 他很难在那一剑之下留下命来 直到现在,他想到那一剑的威力,都不自禁地有些心有余悸 一剑就把一件三阶中品法宝给毁了 那白衣女子的实力究竟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姚老哥,感觉怎么样? 楚剑丘见到摇景山,走出了山洞 不由看了他一眼,笑道 死不了,这次多亏了欧阳兄弟相救 否则这次可真是要栽了 姚景山向楚剑丘拱手道谢 无妨 楚剑丘摆了摆手道 既然姚老哥没事了,那我也就先走了 楚剑丘说着就要转身离去 姚景山连忙把他叫住 欧阳兄弟,这是要去哪里? 如果楚剑丘走了,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 手下的那些人,在这次行动中全军覆没 如果楚剑丘再跑了,那他可就是连半点收获都没有 还能去哪里? 咱要去看看哪里还有什么活要干 赚些钱来花花 楚剑丘没好气地道 这一次跟着你们白忙活一场 半块零食都没有捞到 姚景山伸手按住楚剑丘的肩膀笑道 欧阳兄弟莫急 这次的行动虽然失败了 但是该给的零食一分都不会少了你的 只要你跟着我们暗影楼 以后的活大把,零食资源,根本就不用抽 如果楚剑丘无欲无求 他倒还真不知道拿楚剑丘怎么办 但是只要楚剑丘有所求 他就能够想到对付他的办法 财富,美女,法宝,丹药这些东西 暗影楼从来不缺 只要有能力,能够完成上面的任务 奖励历来,丰厚得很 楚剑丘如此贪财 对他来说,这种人最是容易对付 楚剑丘想了想,说道 也罢,既然姚老哥如此热情 那我也就暂时跟着姚老哥混了 姚景山见到楚剑丘答应下来 这才松了口气 这次行动,他损失了这么多的人手 回去之后免不了一番责罚 但是如果能够把楚剑丘这等妖孽天才 淫间入伙 想必能够抵消不少过错处罚 正在两人谈话间 一道人影从天边向这里激略而至 却正是除了他们之外 唯一逃出去的丁丘 在进入山洞疗伤之时 姚景山就已经发出了信号 让丁丘到这里会合 丁丘由于跑得快 倒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赏识 丁丘见到站在一旁的楚剑丘 忽然拔出长剑 一剑朝楚剑丘劈去 楚剑丘冷笑一声 不闪不闭 徽掌迎了上去 轰然一声巨响 两人各自向火退出十余杖 激荡的气郎刮起一阵狂暴的飓风 姚景山见到这一幕 即使以他的境界凶威 此时都不有感觉一阵震撼 丁丘可是 画海境二宠的强者 楚剑丘不过是 区区的真气境七宠 居然和丁丘硬碰一招之中 丝毫不落下风 虽然在攻击力方面 比起丁丘略逊一筹 但若是真要拼杀起来 丁丘要想杀他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越界杀敌的天才 姚景山也见过不少 但是能够横跨如此大境界 而战斗的妖女 姚景山还是第一次见到 丁丘一击不重 并没有就此罢休 身形一晃 继续对楚剑丘初见不休 你干什么 疯了吗 楚剑丘不由怒喝倒 但手上却丝毫不停 运起血营长与丁丘占了剑 不过血营长毕竟 不是他所擅长的武学 在姚景山面前 很多手段又不能使用 十数个回合之后 楚剑丘就不由逐渐地落下了下风 干什么 你害死了我们这么多兄弟 还问我干什么 老子要宰了你 丁丘红着眼睛怒吼道 什么我害死了那么多兄弟 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楚剑丘也不由恼火的道理 还想狡辩 我们这么多兄弟 只有你是心入的 只有你 最可疑 丁丘一边说着 一边手上不断地猛烈攻击着 好了好了 你们先停下来 有话慢慢说 姚景山摆了摆手道 多主 你不要被这小子蒙骗了 丁丘悟自不肯罢休 怎么 现在我的话都不管用了 姚景山不悦地道 属下不敢 丁丘文言不由一惊 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停下手来 姚景山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其手段只狠辣 丁丘只要想起来 就感觉内心一阵发汗 多主 我们这次行动失败 肯定是内部出了奸细 否则 谁能够知道 我们在五十波伏击 丁丘依然不打算放过楚建丘 是否出了奸细令说 但欧阳兄弟 却绝不可能是奸细 否则 我今天已经不可能活着了 姚景山淡淡地道 丁丘不由一时雨塞 的确 如果楚建丘是奸细的话 不可能会冒着 那么大的风险去救摇景山 请动如此厉害的高手 只是为了杀暗影楼一些小鱼小虾 却放过最大的头领 这件事情 无论怎么看起来都不太合理 但是那些兄弟跟了我们这么久 不可能是奸细 丁丘依然不肯罢休地道 为什么奸细不能是你 那么多的兄弟之中 可是只有你逃了出来 而且堕主受伤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 其堕主而去的 楚建丘冷笑一声道 你含血喷人 丁丘顿时又惊又怒 楚建丘这话 诛心之急 如果姚景山当真怀疑下来 他绝对没有好下场 他急忙转向姚景山道 堕主 你千万不可听信 这小子的挑拨离间 姚景山眯了眯一眼 冷声道 事情如何 我自有计较 无需多言 丁丘心中不由意涵 姚景山这时 真的对他动了怀疑的心思 丁丘不由狠狠地 瞪了楚建丘一眼 想不到自己捉肩不成 反而被反咬一口 而且这一口咬的是如此的致命 姚景山既然 对他产生了怀疑的心思 就不可能再信任他 那白衣女子究竟是谁 欧阳兄弟认不认识 姚景山转头 向楚建丘问道 楚建丘心中意惊 姚景山终于 转到了这上面来 他最怕的 就是洛芷云卷入到 暗影楼的漩涡之中 但现在看来 恐怕有点难以避免了 自从洛芷云现身 救下风雷山中的那些弟子 就已经意味着洛芷云 要被暗影楼盯上 楚建就之所以 从洛芷云手中 救下姚景山 一来 是为了继续 混进暗影楼之中 二来 也是为了把握暗影楼 对付洛芷云的行动 洛芷云一从 武士颇上现身 无论姚景山死不死 以暗影楼的能量 都必然有办法查到洛芷云身上来 姚景山不死 自己尚可凭借 从他的身上混进 暗影楼内部 从而把握到 暗影楼行动的最新消息 以免做好应对之策 而如果姚景山死了 自己反而对 暗影楼的计划 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谋划 那事情就被动得很了 楚建就摇了摇头道 我也没有见过他 不过看他所使的剑法 应该是玄剑宗的武学 想来是玄剑宗的弟子 姚景山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欧阳兄弟好眼力 那白衣女子所使用的 正是玄剑宗第四封的 清流召空剑诀 玄剑宗第四封 只有洛芷云和左丘莲竹两个弟子 但左丘莲竹 没有这份境界修为 想必这女子是玄剑师节之一的 洛芷云 此时 他对楚建丘更加信任了一份 如果楚建丘 说完全不了解那女子的话 他倒要怀疑了 因为如果楚建丘 真是血沙宗的弟子的话 不可能连玄剑宗的武学 都不了解 要知道 血沙宗可是玄剑宗的死对头 作为血沙宗的弟子 又怎么可能对这么一个生死大敌 一无所知 楚建丘心中震海不已 想不到暗影楼 对玄剑宗打探得这么清楚 连玄剑宗第四封上有多少弟子 什么境界修为 都打探得一清而出 楚建丘对暗影楼这一个组织 更加的认识深了一层 对这个组织之可怕 心中怀着极深的忌惮 同时对于摇景山 也是心中暗暗戒备 这人远远不知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不单只一眼 就看出洛芷云所使用的是 清流着空间诀 而且单凭那么一点点信息 就已经推断出 那天出手的是洛芷云 刚才他的发问 显然也是在试探自己 如果自己回答失误 也必然会招致他的怀疑 这些暗影楼的杀手 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货色 楚建丘此时 只想洛芷云尽快回到玄剑宗去 这么一堆豺狼虎豹 根本不是洛芷云 所能够应对得了的 一个不小心 洛芷云就会万劫不复 这么一个绝色大美女 想必金元会对他很有兴趣 摇景山嘴角上 露出几分森冷的笑容道 听到姚景山提起金元这一名字 丁秋也露出了几分极度邪恶的冷笑 说道 让金元来对付他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不这样 也难消我们的心头之恨 金元是谁 楚建丘信中升起几分警觉 瞧他们这样子 金元想必是一个极难对付的角色 而且恐怕不是什么好货色 不过楚建丘信中虽然警惕 但是表面上却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随口地问了一句 金元 等你以后见到他 你就知道了 姚景山笑道 走 我们先回去再说 姚景山拍了拍 楚建丘的肩膀道 一行三人 开始动身出发 姚景山由于身受重伤 而且要照顾到楚建丘这个真气静的舞者 所以并没有欲空飞行 三人往西边走了上万里 来到一座巍峨无比的大山中 大山表面上只是如同寻常的山峰一样 除了林木崖时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姚景山与丁丘两人走上了大山 庞一堵巨大的石壁上走去 姚老哥 你们这是 楚建丘见两人 走到石壁面前时 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继续向石壁上走去 欧阳兄弟 跟着就是了 姚景山笑道 说着继续往那堵石壁上走去 两人继续向前走 直接撞入那堵石壁之中 但那堵石壁 却丝毫没有对两人造成阻碍 两人直接没入石壁之中 消失了踪影 楚建丘见状 顿时一愣 心中不有暗景 好厉害的幻阵 但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直接往那堵石壁上走去 直接穿石壁而过 穿过了石壁之后 楚建丘对于里面的景象 又又是一阵震撼 原来这里整座大山 都是笼罩在一个 巨大无比的幻阵之中 从外面看 这是一座寻常无奇的大山 但是这里面 却是建立起 无数壮观的建筑 论起规模 居然丝毫不亚于玄建宗 姚景山领着楚建丘 走进了一个 辉煌无比的大殿之中 大殿高十余丈 宽达百丈 大殿两旁是两排座椅 尽头处是一个高高的台阶 台阶高达五六十丈 从地面到的台阶上 是数十级的阶梯 台阶分为四级 最上面的台阶上 摆着一张宽大的椅子 第三级的台阶 则是两边放着两张椅子 第二级台阶 则是放着五张座椅 而第一级台阶 也就是最低的一级 则有着十六张椅子 大殿从大门 到那处台阶座椅上 深达百余丈 优势的大殿 给人精神上一种 极大的压力 此时台阶最上面一级 那宽大的座椅上 并没有人 第三级的左边座椅上 正坐着一名 中年轻袍舞者 而第二级 那五张座椅上 也有两人落座 一个是身高丈瑜 丑陋无比 有若远吼的魁梧舞舞者 一个是身材矮小 为所犹如一只老鼠的 矮小汉子 而第一级 那十六张座椅上 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落座 在最下面 大殿两旁的数十张座椅中 也有过半的舞者落座 在那些座椅的后方 还站着不少的其他舞者 楚洁就观察 这些大殿中的舞者 那些坐在大殿尽头的 台阶上的不说 但凡是能够进入 这座大殿的 即使是站在一旁的舞者 都至少是 画海景一城的修为 不算那些空着的座椅 目前在大殿里面的 画海景舞者 就已经超过了百名 这是一股 何等可怕的势力 属下见过心腹堂主 各位互发 姚景山 向台阶上坐着的人 行礼道 任务完成了 那中年轻袍人 淡然地问道 其他任务已完成 只是在 执行最后一个任务时 遇到了玄建宗的 骆志云 所以 失败了 姚景山 低着头说道 那中年轻袍人 文言 不由皱了皱眉头 说道 骆志云 无缘无故 怎么会跑到 武士坡去 这个 属下也不清楚 但属下初步猜测 是我们内部 出了奸细 把消息 陷入了出去 姚景山 小心地应付着 那中年轻袍人 沉吟了一阵 忽然指着 楚剑秋道 这人是谁 这是新入伙的兄弟 欧阳渊 姚景山 连忙道 一个区区 真气境七宠的废物 也有资格踏入 一室大殿之中 姚景山 你这脑袋 是不是坏掉了 台阶上那一个 魁梧丑陋如猿猴的舞者 忽然冷哼了一声道 金护法有所不知 欧阳兄弟 虽然修为 只有真气境七宠 但是实力 却堪比 化海境强者 姚景山 连忙说道 哦 是吗 真气境七宠的胸围 就能够拥有 化海境的战力 这我还是首次听说 这么荒诞不惊的事情 武奇 是他一事 不用留守 把他打死了 算你一贡 那丑陋魁梧武武者 指着一旁 站立着的一名武者说道 是 那名叫做武奇的武者 走了出来 拱手拱身 应了一声 当然 你如果有本事 把武奇也打死了 这里的座位 也将由你 一席之地 那丑陋魁梧武武者 笑着对楚剑秋道 不过看他那 轻命无比的神色 显然不会相信 楚剑秋 会有这样的实力 小子 失去的趁早自我了断 免得脏了你 吴大爷的手 否则 等我动手了 你想死都难 武奇 看着楚剑秋 嘴角露出 几分残疹的笑容 对于这种 孱弱无比的蝼蚁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他只要轻轻伸出 一根手指头 就能够把这只蝼蚁 给摁死了 不过 他话音刚落 眼前忽然 不见了楚剑秋的身影 紧接着 背后传来一阵 剧烈无比的疼痛 武奇转过头来 瞪大了眼睛 反脸是 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无论如何 都想不到自己 居然会死在一个 真气静 七宠的蝼蚁手中 而且丝毫 没有还手之力 此时他心中 充满了无尽的悔恨 原本以为这是一桩 唾手可得的功劳 想不到 却是一份催命的任务 不过 即使他此时心中 再后悔不甘 也已经挽回不了现实 慢慢地倒了下去 气球充亡 楚剑就拍了拍手 向那丑陋魁梧的舞者说道 亲护法 不知道我的座位 在哪里 他一掌击杀武奇 心中没有丝毫的负担 刚才武奇对他透露出的杀鸡 毫不掩饰 对于想要取自己性命的人 楚剑丘 从来不心思手软 以他此时的实力 如果不使出那些底牌的话 或许不是画海静二宠的 丁丘的对手 但是对付无奇这种画海静一宠的舞者 还是绰绰有余 见到这一幕 坐在台阶上面的那些强者 全都惊得站了起来 即使是那个气息渊身无比的中年轻袍人 也不例外 区区真气井七宠 越井击杀画海静一宠舞者 而且还杀得如此轻松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孽怪物 即使中年轻袍人 在南中拿天才无数的地狱 也不曾见过这样的妖孽 那丑陋魁梧的舞者 脸色一片阴沉 楚剑秋这话 简直是赤裸裸地向他挑衅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楚剑秋的做法 顿时让他颜面无存 一股可怕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显然他心中已经冻了浓重的杀机 既然金护法说了 你击杀无奇 这里有你一席之位 自然不会言而无信 那一个座位就是你的 中年轻袍人忽然开口 他指着指大殿左侧靠近大门的一个座位 对楚剑秋示意道 他这一开口 那丑陋魁梧的舞者心中 即使杀机再浓烈 也不敢造次 中年轻袍人所决定的事情 他可绝不敢违背 越是他们这些实力高强的舞者 越能够体会到中年轻袍人的厉害 中年轻袍人淡淡地 看了丑陋魁梧舞舞者一眼 警告一位非常明显 如果丑陋魁梧舞舞者 难敢事后找楚剑秋的麻烦 他也不会放过他 楚剑秋这样的妖孽天才 他是见所未见 估计在整个暗影楼 甚至雀影联盟之中 都找不出几个这样的天才来 对于这样的天才妖孽 中年轻袍人 自然不会让那丑陋魁梧舞舞者乱来 这样的妖孽 一旦成长起来 对他们这个分堂 在暗影楼的地位 绝对是影响巨大 到时候 说不定自己都会凭借他 而再上一层 多谢 楚剑秋向周年轻袍人 拱了拱手 走到那张椅子上 坐了下来 这一份做派 为时时狂傲无比 众人看着楚剑秋 眼中满是嫉妒的神色 尤其是丁秋 几乎嫉妒的要发狂 他在暗影楼这么多年 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也只是获得进入这个意识大殿的资格 至于在意识大殿中获得座椅 他也只敢在梦中想一想 要在意识大殿中获得座椅 至少也得是姚锦珊这种一个分堂的堕主 楚剑秋只是刚加入暗影楼 什么都没有做 居然就获得了一个座椅 这让他如何不嫉妒气呢 楚剑秋这一获得座椅 自己以后想要对付他 根本就不可能 只有楚剑秋给他穿小鞋的份 不过这事还远远没完 中年轻袍人 从怀中取出一个黑色的令牌 手一挥 黑色令牌穿过百丈距离 飞到楚剑秋面前 与此同时 中年轻袍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个是暗影楼的黑铁令 从今天起 你就是暗影楼的黑铁机杀手 只要有暗影楼的地方 你都可以凭借此令 调击华海青三重以下的暗影楼杀手 你也可以凭借此令 来组建自己的分堂 众人见到这一幕 不由都时 咽了咽口水 想不到心腹堂主 对这小子恩宠到这个地步 真气境武者获得黑铁令 这在暗影楼的历史上 是从未有过的先例 黑铁令 大多数都是达到 画海青三重的武者 方才有资格获得 甚至一些达到 画海青三重的武者 如果实力不出力拔萃 照样也无法获得黑铁令 就连摇景山 此时对楚建秋都不由 生起几分嫉妒来 楚建秋获得黑铁令 意味着今后 楚建秋在暗影楼的身份 将和他平起平坐 楚建秋见到众人的反应 顿时也知道了这块 黑色令牌的重要性 伸手接了过来 向中年轻袍人 拱了拱手说道 谢了 众人见到他这副样子 忍不住倒出了一口凉气 敢于对心腹堂主 如此随意的 恐怕也就只有这小子了 那中年轻袍人 对楚建秋的态度 也不在意 转向姚景山道 你说你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是因为玄剑宗的骆志云 正是 姚景山公声回答道 他现在在哪里 中年轻袍人淡然地问道 庆山城三百里外的清河客栈 姚景山抬起头来 答道 楚建秋闻言顿时一惊 他和姚景山这一路走来 并不见到姚景山和其他人接触 但居然已经无声无息地 查清楚了 骆志云的落脚之处 暗影楼梭 所崭新的能量 再次让楚建秋感觉到心惊 同时也为骆志云感到暗暗担忧 骆志云还不返回玄剑宗 在清河客栈待着干嘛 他究竟知不知道 他将要面对的 是何等可怕的庞然大物 谁去把他骑纳过来 中年青袍人 扫了一眼众人 淡然地说道 那骆志云名不虚传 的确是貌若天心 姚景山看着那丑陋魁梧舞舞者 忽然说道 那丑陋魁梧舞舞者闻眼 立即提起了兴趣 站了起来 向中年青袍人拱手道 心腹堂主 属下愿望 中年青袍人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漠然道 抓活的 别弄死了 那丑陋魁梧舞舞者脸上 露出几分银泻邪恶的笑容 说道 心腹堂主放心 这么一个美人 我又岂舍地弄死了 至少要让他享受个千百次再说 中年青袍人 点了点头 没有再理会这事 身指一摊 一颗红色丹药 朝摇景山射去 这是宁陆丹 就当作是这次 你引入新伙伴的奖励 不过 下次还出现 如此重大的失误 到时候 两罪并发 你知道后果的 中年青袍人说吧 便拂袖而去 姚景山接过那颗 红色丹药 连忙道谢道 多谢心腹堂主 属下定当 不让心腹堂主失望 直到此时 他心中才算是 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果然 把楚剑就带回来 是一个极为明智的选择 否则他这一次 不要说能够得到 宁陆丹这种疗伤圣药 能够逃过责罚 就已经算是万幸了 楚剑就没有在 暗影楼的分堂中多待 等到从一时大殿中 出来之后 便找了个机会 溜了出去 暗影楼那些人 知道他被心腹堂主看中 也没有对他 过多的理会 楚剑就出了那堵石壁之后 在行出一段距离之后 立即接连 用了两道闪盾斧 直接盾到了二十里之外 来到一处隐蔽的所在 楚剑就伸手 抹掉脸上的伪装 露出本来面目来 身形一晃 飞到半空中 急速地朝清河客栈赶去 他必须要在 金元赶到清河客栈之前 让洛芷云返回玄剑中 否则洛芷云就危险了 楚剑就虽然具体判断不出 金元的境界高低 但是却能感受得到 金元比起洛芷云 更加强大的凶伪 如果让金元找到洛芷云 洛芷云就危险了 楚剑就在天空中 全力以赴地飞行着 不过暗影楼的分堂 所在之地 距离清河客栈 足足上万里的距离 即使以他的速度 也依然需要三四天方能赶到 楚剑就此时有点后悔 没有炼制出小挪衣服 小挪衣服能够瞬间顿离千里 如果此时自己有小挪衣服 只需要十道小挪衣服 就能够到达清河客栈 就不用担心会在金元之后抵达 三天之后 楚剑就在接近清河客栈 百里之地附近 远远地见到两道人影 在天空中剧烈地交战着 那两道人影 一道身穿白衣 飘飘若天上仙子 一道丑陋而魁梧 却正是诺志云和金元两人 楚剑就健壮 心中不如一尘 想不到自己终究 还是来晚了一步 天空中 两道人影在剧烈地交战着 金元手中拿着一把方天化剂 狂暴无比的真剂 从方天化剂中喷火而出 搅动着天上的云海 骆指云手中的长剑 也激发出一道道 轻柔如水的剑光 那些剑光看似轻柔 但是荡漾开来 却把天上的云海 撕裂成一条条棉絮 两人交战的威石 害人之急 若是在地面上交战 估计足以把一座山峰 都移为平地 眼前的形势 看起来对骆指云很不利 骆指云虽然实力 也是极为高强 但是比起金元来说 却毕竟逊了一筹 楚剑丘不敢靠近前去 这等程度的交手 他靠上前去 纯粹是找死 不过 他不能上前 却并不代表着 他没有办法 楚剑丘念头一动 身上出现了 紧织金丝袍 手上出现 万象手套 灌石弓 以及附着霹雳服的 穿云剑 楚剑丘 弯弓搭建 把灌石弓拉满 全身真气如潮水般涌向灌石弓和穿云剑 在他全力激发之下 整个灌石弓 穿云剑 以及万象手套都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此时 金元全力一己灰除 真气化作漫天金蛇 向骆指云奔袭而去 骆指云也运起 清流照空剑诀 全力一箭辟除 一万新月 在天空中凭空出现 散发出清冷无比的光芒 那些光芒照在 那些袭来的金蛇上 那些被照射到的金蛇 纷纷消融 不过却依然有一部分金蛇 突破那些新月光芒 直接撞击在 骆指云身上 骆指云 被那些金蛇击中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向后直飞出去 从天空之中 掉落下来 金元见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几分 淫泻到极点的残酷笑容 这么一个极品美人 他好久都不曾遇到过了 这回真实 厌浮不浅呢 正当他要上前 去接着从天空中 掉落的落指云时 一道晋级无比的流光 向他直喜而来 金元心中不由大惊 想要闪避时 却已经根本来不及 这道流光速度实在太快 从他刚一发觉 这已经到了眼前 他连反应都来不及 就被那道流光 结结实实地撞在了身上 轰然一声巨响 天空中爆出一道 巨大的火光 撞击的余波 把四周的白云 都卷得荡开了数百丈 在火光还没有散去时 又一道流光 犹如流星感月般设置 天空中再次 爆发出一道 生死害者的爆炸 接连两道的爆炸 金元再也支撑不住 浑身鲜血 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饶视他境界高深无比 依然被这两道 威力无穷的爆炸重创 连在天空中 玉空飞行都无法保持 楚剑就接连 射出两箭之后 没有再去理会金元 使用一道闪盾符 瞬间出现在 洛指云身边 在洛指云落地之前 把他接住 又接连使用数道闪盾符 盾离到数十里之外 楚剑就射出这两箭之后 也是身受重伤 浑身鲜血淋漓 双手双臂 血肉撕裂 白骨淋血 以他目前的修为 同时激发这么多箭的 三阶法宝 原本就远远地超出了 他本身的负荷 若非是他炼成 无上无体 以及修炼了 九转金身诀 恐怕这两箭射出 他本身 就得被法宝的反噬 暴体而亡 这也好在他已经晋升为 真气井七重 以他目前体内的真气储蓄 至少能够射出 这样威力的 穿云剑三剑 否则 若他还是在 真气井六重的时候 光是一剑 就足以抽光 他体内的所有真气 不过饶是如此 在射出这两剑之后 他体内的真气 也已激进枯竭 不过楚剑就也知道 自己能够凭这两剑 重创金元 也是纯属侥幸 一来 金元与骆子云大战之下 已经消耗不小 二来 他刚刚使出大招 击败骆子云 心神正在松懈之间 所以才被楚剑丘所成 否则 楚剑丘想要射中他 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楚剑丘在附近 着了一处隐秘的山洞 开始帮助骆子云疗伤 在参与摇景山他们 扶击风雷山庄之前 楚剑丘就已经 把附近数千里的环境地形 探测了一遍 就是为了预防着身份暴露 被暗影楼追杀 所做的准备 想不到之前 所做的准备 今天还真的能够用得上 以他对附近地形的熟悉 自然清楚 哪里会有山洞 哪里会更隐蔽一些 不容易被找到 金元虽然 被他的那两件重创 但是楚剑丘相信 他很快就会召集 暗影楼的杀手 对自己与骆子云 进行搜寻追击 此时他们的处境 依然是极度的危险 不得不万分小心